英國通膨高達9.1% 創40年來的新高 媒體就形容了民眾 因為出現了夏季不滿的現象 原因在於物價上漲 夏季的旅遊支出增加了 那壓力下面是苦不堪言 至上規模最大的英國格拉斯頓伯里 露天音樂節上 20萬名民眾慵懶的躺在草地上 搭起帳篷吃著小攤販的食物 儘管意識到物價上漲 幸福的派對也能暫時將生活之苦 拋煮腦後 應該是吃飯的價錢 已經在9塊錢 應該是6至7塊錢 所以這不是世界的終點 英國通膨率飆升9.1% 創40年來新高 抵制通膨調漲薪資的風波 也還未平息 民眾卻花上時間和金錢 趕路參加音樂節 在悠煩工資和日常生活的狀態當中 偷得俯身半日弦 但英國在音樂節前一天 才發生30年來最大的鐵路罷工 因為我們有點害怕 因為我們在明天晚上 所以明天晚上是一天的 所以我們訓練了 資方其實跟勞方同樣苦哈哈 因為調漲薪水只會造成惡性循環 導致薪資物價螺旋式上漲 使通膨一路攀升 媒體也指出 如果通膨問題不盡快解決 不僅加劇民眾生計問題 也將造成英國無可避免的經濟衰退 記者陳理審報導 空軍雜誌24號報道 美國智庫與外交刊物指出 在俄軍加強的防空能力之下 烏克蘭的無人機 就越來越難發揮作用了 正讓美國改變了軍事援助的方向 聚焦在於炮兵與防空火力等等 那我們再看到另外一個是 立陶宛宣布禁止境內的鐵路 向俄羅斯飛地 也就是與俄國土地 不相連的領土運輸貨物 這個就等於是封鎖了 俄國軍事的要地 那立陶宛的總統更宣稱 他不相信俄羅斯會因此開戰 那立陶宛如果真的出事的話 美國是不是會力挺 也受到國際的關注焦點 立陶宛土地多大 臺灣兩倍大 立陶宛人口多少 280萬 比臺北市多一點而已 你能幹嘛 我問你 你能幹嘛 那你這種角色 你就要坐在國際上 做出合乎自己角色的事情 現在俄羅斯有惹你嗎 沒有啊 那你是主動去惹他的 然後現在又退休來說 不是我要惹俄羅斯的 是歐盟叫我惹你的 嚇得歐盟趕快跳出來 我沒有這樣叫你惹他 對不對 那你不是很憋嗎 被看穿了你的角色嗎 而且我們很公平的講一點 烏克蘭惹俄羅斯是惹了八年 才讓俄羅斯的民心全力支持 普遍動刀 這個這個進軍什麼烏克蘭 你現在立陶宛要開始 累積這種恩怨嗎 如果你要的話 你今天是第一招 每天俄羅斯都在跟你畫 畫了一票兩票三票四票 到時候整個俄羅斯的人 覺得說非打立陶宛的不行 你北約也沒有用啦 你美國也沒有什麼用啦 不要講笑話 以為北約跟美國為了犧牲啊 難道說我德國柏林 要接收一個盒子 大概轟炸完了以後 然後我去幫你立陶宛復國啊 沒那回事嘛 這個哪有那麼笨的政治人物 而且這幾個國家有幾個特色 選出來的政治人物水平都很低 交易程度都很差 這是很怪 然後他們講民主 難道俄羅斯不民主嗎 你說有沒有國會選舉有啊 有沒有政黨政治有啊 那你說那普廷專政 那就奇怪啦 普廷有沒有違反他憲法 說不能連任有啊 他不能連任他下來當總理啊 又上去當總統啊 他說你照憲法規則去走啊 從法律形勢來講 俄羅斯也是民主國家啊 他有什麼破壞人權的事情 也沒有啊對不對 所以喔 至少還沒有像美軍喔 在古巴那個什麼關大拿破基地搞一個黑暗監力專門在關人一樣啦 他也沒有啊 他的人權紀錄基本上比美軍好啊 美軍在阿富汗被指控 這個很多戰爭罪行 在這個伊拉克被指控很多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俄羅斯人被搬上國際刑事法院 所以整體來講喔 我們不是說俄羅斯好或壞 我們要很公平的去看事情就是說 人家沒有惹你你就不要惹人家 不要像有人喔 動不動喔 就抗中保台啊 對不對 然後禁止口罩出口去中國大陸啊 那你這個事情不講 人家只要進口一下那個石斑林就跳起來了 這個叫自己惹事嘛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在思考問題的話 不要什麼事都以自己為中心 我打個比方嘛 我們對這個紐西蘭 禁過我們的這個什麼 芒果啦 荔枝啊 也是用什麼檢疫的理由去禁止 我們說尊重紐西蘭的決定 我們有沒有說告WTO啊 沒有啊 彼此某人不敢啦 那中國大陸說石斑林啦 這個什麼這個釋迦啊 對不對 禁止了以後也是用檢疫的理由啊 那我們就哎呦 不行不行 你欺負我們 我們要告到WTO 結果告了WTO 當今天民進黨講了三年告了沒有 沒有啊 不敢告 為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他敢禁你啊 就不怕你告WTO 為什麼 他手上有證據 那為什麼我們後來講一講都不敢告 沒有啊 因為我們知道說我們告一定輸啊 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是什麼 我們不是告WTO 我們騙台灣老百姓 我們跑到WTO技術委員會裡面說 來來來 我們來協商一下 中國大陸檢疫的技術 有沒有跟國際標準不同 那你是在幹什麼 你騙台灣老百姓嗎 大陸官媒新華社25號報導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出席7月1號香港回歸25週年 大會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 那今年7月1號是香港主權交移的25週年 也是香港新任行政長官李家超以及主要官員宣誓的就任之日 其實在稍早之前呢 媒體十分關注習近平是否會前往香港參加香港關注的慶典活動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24號投下震撼彈推翻近50年對墮胎權的憲法保護 恐怕進一步撕裂美國社會 拜登總統痛批保守派占多數的最高法院犯下悲劇性的錯誤 稱這次悲傷的一天 並呼籲選民在11月期中選舉挺身而出 搬回一城 國際組織及多國領袖也紛紛的發聲譴責裁判剝奪女性的權利 范蒂岡則稱此事就讓全球反思生命的議題 反墮胎人士擠滿紐約街頭 對最高法院的裁決大批推翻羅索偉的案絕對不行 首都街頭充斥著抗議民眾的憤怒和謾罵女權團體抗議 我的身體是我的選擇 還有反墮胎人士爬上華盛頓特區東南邊的一座橋 替女性捍衛權益 我是父母 我有十二歲的女兒 我願意做任何要求 爭取她的權利 我希望你們也有 美國聯邦法院做出歷史性的判決 未來女性墮胎權將不再受憲法保障 加州眾議員沃特斯受訪時更是大罵 女性應擁有身體自主權 他們幫助的法院 我們會斷他們 然而在墮胎這個極具爭議性的社會議題上 民眾各持立場 我一直在這天的生命中 這是一件重要的勝負 今天畫下美國女存運動史最黑暗的一天 推翻羅素韋的案也相當於剝奪女性的自由 也同拜登所說 今天是國家悲傷的一天 三個位於美國西岸的加州 奧勒岡州和華盛頓州 更共同宣誓 將繼續捍衛美國憲法 保障女性的多胎自由 記者 陳理信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 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 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寶貝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